你们一个一个的来吧 别扎堆 谁先来啊 那么流行怎么你不穿啊 他呀 戴上凤冠也不是娘娘 就一吐鸡 我不是智商低吗 学不会 川 你给大家做个示范吧 看在天喜的面子上 我也试试 姐 姐 你回来吧 什么玩意儿啊 走不了 春姐 我教你吧 这玩意儿得这么 你再把自己歪死 跟个鸭子似的 你行不行啊 开始 我来 我来 人日本人走路 那是像猫一样 要优雅 那才叫女 我行啊 什么啊 姐姐们啊 都俗气了 要这样 请看 请看 要吗 王老师 你小心点 王老师 刚才参谋长来电话 喜爷让你去趟省政谷 说找你有急事 好 我这就过去 曹妈 喜爷让他们几个练一下目击 帮我看一下 行 我看着 你们几个好好练 喜爷回来要检查的 这 又你说呀 我们给喜爷看又不给你看 你记得什么呀 就是 潘建成 傻姑娘们 别没了 刚才你们洗澡的时候 喜爷就在外面 还没呢 他是怀疑你们当中有日本人 想让你们穿上这拖鞋 就想看你们走路的样子 日本人 什么意思 怀疑我们是吧 你整哪样啊 刚才法国总领事给我打电话 提出强烈抗议 说你把那个叫保罗的给杀了 我本以为你能把这件事情办好 我才支持你 没想到你把整件事情搞砸了 你也太鲁莽了 怎么能把洋人杀了 这保罗一死 我们更加被动了 帕克夫人打电话 气势汹汹地质问我 连汪院长都从南京打来电话 询问此事 我答应他们了 一定要延长 这些人还说什么了 是不是叫我老范抵命啊 没直说也差不多 至少得先把你给撤了 事情闹这么大 我想保也保不了你 原来还是洋人的命金贵啊 都快搞成国际事件了 这帮家伙怎么就这么兴急啊 拿着鸡毛当令箭 万一抓不住掉地上怎么办呀 我和龙主席都快急死了 你怎么还蛮不在乎 你不担心吗 我担心什么呀 心里没冷背不怕吃稀果 今天晚上我设立一个饭局 所有人物都将西数登场 想请卢总代表政府参加 那批军火什么时候能够运回来 得请您当场拍板 你搞什么鬼名堂 你又在耍什么花样啊 怎么会呢 今天晚上这出戏 你可千万不能错过 好啊 我倒要看看 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物 太过分了啊 我们当初一集上花过山当土匪 后来一起到群英楼 怎么现在我们就跑出一个日本人了 日本人长什么样啊 咱们谁像日本人了 我知道日本人什么样 日本人腿短 就走起路乱就跟小跑似的 东儿 咱们这里面就你最像 秋 你说什么呢 那我还听说 日本女人腰长呢 你腰最长 我腰是长 我 我个子还高呢 你见过日本人长这么高的吗 那你凭什么说我呀 你这么无短身材 你还不许人家说 那日本人就长你这样 你看你马脸就跟那日本人一样 你 你看日本人 我看你告诉你 杨茜茜 吵了吧 你今天谁都没说到点上 其实日本女人有一项最重要的特点 拿什么 打什么 包餐们长得看出来了 夏 你什么意思呀 你这不是摆明了在说我吗 日本人不就爱玩鹰的吗 你什么意思啊 这事能下冤枉人吗 你说话也说得太过分了 我们现在到底是怎么了 互相都猜来猜去的 打错我们金饭府 没少给鞋买力 可这倒好 又冤枉我们 先是红军 再是特务 现在又说是日本人 我们到底还是不是人了 主持人 你说句话吧 我们到这来都是为着你 当初你挑着头 我们就都跟着你了 要不 我们还是别的控命蛋了吧 这也没什么意思 咱会跨我山 那你多自由自在啊 行了 都别说了 都容你也别哭了 这事是怨我 我让你们受委屈了 我现在就跟天玺说清楚去 算了吧 春姐 就算以前你和喜燕认识 可我觉得这次啊 她连你都怀疑你 你们也看到了 天玺她也不容易 多话说回来 我也不会让自己的姐妹受委屈 夏 你把话说清楚 你说清楚啊 你平时不说我是日本人 你别哭了 别哭了 我不好 我说错话了 她们都瞎说八道的 你穿这样走路啊 挺好看的 你说太好看了 你们说来说去说我这儿了 我又说错什么话了 对不起 因为准备大量的公文 所以来迟了 刚到厨房上菜吧 是 等一等 我们来 不是来和你们吃饭的 正好PR总领事 和卢总督班都在 对保罗的死 我感到非常悲伤 盈总先生也很难过 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 我比你们还悲伤 因为保罗是个 有良心的法国人 这一点他跟你有很大的不同 至少他不为虎作伤 不与日本人狼狈为奸 在这一点上 他比你可贵多了 你什么意思 你派人谋杀了法国公司的 高级董事 现在要扣出狂言 攻击我们日本 保罗是我的朋友 对于他的死 我不能坐视不理 PR总理事 你说呢 我是来了解事情存位的 一个法国文字 死在你们的村民 我当然不能不管 那好啊 通知账房 今天这桌酒席取消了 是 来吧 那咱们就抡开了说 你们想得到什么 都在这上面 你们自己看吧 第一 严惩杀人凶手 并赔偿法方的一切损失 第二 揪出幕后的主使人 我们有证据怀疑是范天喜 必须与严惩 并使法方满意 第三 云南政府必须 就此事向法方赔礼道歉 第四 立即撤出颠阅铁路的所有驻军 第五 从此不得干涉 法方有关铁路的所有决定 这太过分了 这不仅涉及到路权 已经涉及到主权 这就是我们的条件 若不答应 后果就很严重 是 刑佐 这些条款是你的手笔吧 让法国人冲在前面 你们在后边捞一把 日本帝国和法国政府相来友好 我把保罗是为兄弟 你杀了他 这就是代价 我就没见过天地有这么无耻的人 编起瞎话了脸都不带红的 沙保罗的凶手 就在我手里 好 那你就把凶手交出来 等我警告你 别弄些不三不四的人来搪塞 你休想骗我 天堂有路你不走啊 地狱无门 天地偏近 好 把人抬进来 是 快点 宋本军 宋本军 是你杀了他 是你杀了这别人 不是我杀了他 是他要杀保罗 去让别人把他杀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人是他的手下 今天下午 保罗离开公司以后 这个人就一时尾随着 到了燕带下 当他掏出刀来 正要杀害保罗的时候 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个人 把他给打死了 胡说 你们杀了松本 你们杀了保罗 现在又栽赃陷害 无险我们日本人 他说的没错 他当时威胁到了我的生命 可是死的人不是我 而是他 保罗 你没有死 你很失望吧 你和英左勾结在一起 策划了整个世界 我只是不同意你们的做法 你们居然欺了黑心想杀我 还想栽赃范将军 以达到你们的罪恶目的 法克夫人 你差点把我骗了 我 这件事你怎么解释 这肯定是个误会 这竟定是个误会 这不是误会 这就是一起阴谋 明天我就代表云南省政府 发表公开声明 揭露整个世界的真相 让舆论和公众都看到 到时候 看你们怎么下台 怎么向云南人民交代 别别别别别 别这样陆总 我马上把这事保障大使馆 报告我们的政府 最迟 明天一早 我就会给你个满意的答复 我也从来没承认过这些东西 总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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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个是那个书 你 你 你不是很猖狂吗 这就是证据 还让脚赖吗 你作为日本外交人员 已经做出了以身份不符的事情 你必须立即离开昆明 永远不准踏进云南 否则 我将采取强硬的措施 驱逐出境 你是不是觉得你们赢了 我告诉你 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 强大的日本军队 会让你们跪地求饶 我们的铁蹄 将踏遍整个云南 我坚信 在不原的将来 我今天的耻辱 会让你还到 做逆娘的春梦吧 只要有滇军在 你永远等不到这一天 好吧 咱们走着瞧